好的,大家好,我是湯米 那當然我們要恭喜的是PSG拿下了這一次的PCS春季總決賽的總冠軍 那在他們出發到冰島參加MSI之前 我們特別邀請PSG全隊來接受在賽前的採訪 那首先我們邀請到的是上路火龍 火龍可以請你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我是PSG的上路Hanabi OK,那火龍首先當然第一個問題 因為這一次是第一次PCS參加MSI這個比賽 那當然你自己對於這一次的分組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在晉級上你有沒有信心跟設定的目標呢 我們抽到的主要賽區是LEC 我覺得歐洲一直都是個強勁的賽區 所以可能還是得小心一點 他們一場然後再從外卡打兩場比賽 就跟我們直接在閃亮一樣 想辦法先晉級四場 所以你們打LEC的目標是先拿了一勝 然後從外卡身上拿更多的勝場 其實我不太清楚這次的賽制 因為之前都是打兩次嘛 我們就EB,兩場我們一場 我覺得就行,然後搶第一吧 好,接下來我們訪問到的是PSG的中路選手Maple Maple可以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我是PSG的中路Maple 那這一次對到的分組的對手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者是說AGM哪一支戰隊可能特別的棘手 其實我分組沒有去研究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打誰 但是如果要進四強的話 其實對手是誰不是很重要 就自己打得好比較重要一點 所以聽起來的話 你是已經直接把這一次MSI的目標 是設定在四強 因為你過去都是四強嘛 基本 基本的話 進四強應該是基本 底標四強 那打好一點就是冠亞這樣子 對對對,差不多 OK,那我這邊幫你稍微普及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的PCS賽區 其實在分組上的話 是跟LEC就是歐洲賽區 然後跟TCL也就是土耳其賽區 然後跟CBLOW8C賽區分在同一組 那其中其實我特別想要跟你聊聊的是 8C賽區 因為其中有一支隊伍叫Pain Gaming 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你們之前在世界賽打過的對手 那你們可能有機會重新碰頭 對到這一些隊伍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特別興奮 Pain Gaming還蠻熟悉的啦 因為以前輸給他們嘛 不過不知道他們的人應該也換蠻多的吧 記得以前還有什麼BRTT啊 他還在喔 還在嗎 那有點可怕 沒事沒事 先把他打W1BAN了 我記得他是BAN打W1 那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特別想要交手隊伍 因為現在LEC是Made Lions嘛 那 土耳其的話還不確定 但CBLOW的話 目前看起來 Pain Gaming非常有機會 你們會再度遇到 歐洲第一 他們還蠻有興趣的吧 因為他們 也是打贏G2的隊伍嘛 我一開始以為G2會贏 但是 其實G2發揮得挺不太好 所以輸掉了 但我覺得 就是NAD肯定是有實力才會贏 嗯 就不是僥倖贏 對嗎 對對對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訪到的是 PSG的輔助選手凱雲 凱雲可以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 我是PSG的輔助凱雲 OK那剛剛我們也提到了嘛 就是LEC賽區的話 是Made Lions代表隊 就是他們是擊敗了G2代表了歐洲 來參加這次的集中邀請賽 那當然其他的像是CBLOW跟TCL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還沒有出來 不過尤其是在CBLOW這個賽區裡面 他們有呼聲非常非常大的兩隻戰隊 一隻是Vorex 然後一隻是Pain Gaming 那這兩隻戰隊呢 其實都有 應該說包含Pain Gaming這邊是有世界賽經驗的隊伍 你會不會特別針對像這樣的賽區去做研究 我可能就等等休息的時候 就去看一下他們的那些VP 比賽裡面的highlight之類的 就看一下他們是什麼風格 你會特別擔心對到Made Lions嗎 因為他們之前其實 我看他們就是Final 我覺得他們玩得很強 他們玩得還不錯 風格是偏要進攻的 所以我覺得也需要特意去防防一下他們 你會特別在遇到了LEC的隊伍的時候 你會特別興奮想跟他們交手嗎 還是穩定好好表現就可以拿下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話 這是傳統吧 他們是套路很多 EU那邊嘛 所以我們要看好他們的payoff裡面 會不會有什麼小套路 就比如說我們去年打世界賽的時候 就不小心被RGE套路的依法 就是慘敗 對不對 所以今年的話吸收教訓 今年的話必須好好的去研究它 接著我們採訪的是PSG的打野選手 River可以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 我是PSG的打野 River River其實跟很多PSG的隊員一樣 都有很多國際大賽的經驗 那會不會在這一次移到冰島來打比賽的時差問題 有可能會影響到他的發揮呢 那這個River自己本身在像這樣子 出國打比賽的時候 會不會準備一些什麼小東西嗎 或者是他自己有沒有一些什麼小幸運物之類的 我第一次打職業就已經去過歐洲了吧 那時候史差應該跟冰島差不多吧 就感覺沒有這個問題吧 之前也已經打過 然後我們下路也去過德國打世界賽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有聽說好像戰隊的後勤方好像都會 就針對這個時差好像會去買什麼退黑激素啊 你們的戰隊後勤會幫你們準備這些東西嗎 嗯 會建議一下的 就直接在產生也有嘛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自己說 欸 私心帶過去 因為其實到冰島之後還有一段隔離時間嘛 你有沒有想要什麼 偷塞一點什麼零食啊 或者是什麼幸運小物 你有這種東西嗎 嗯 就泡兵肯定要帶吧 但是抓好神拖大不帶得過去 還要拖地是不是 就確保一下房間的衛生 好 那接著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PSG的射手選手 Hello Unify Hello 我是PSG的AD Unify 那當然 包含你自己在內的很多PSG的選手 其實都有大量的國際賽世界賽的經驗 那這次是移駕到了冰島來進行MSI的比賽 你自己會不會擔心 時差的問題會影響你的選手表現 應該還好 因為我以前也沒什麼這個問題 然後也會帶那個幫助睡覺的那個 軟糖之類的吧 退黑激素之類的 對對對 那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就是你每次出去比賽都一定要準備的 可能是幸運物嗎 或者是一些小零食 你有這種習慣嗎 所以我比賽前可能喝一些甜的飲料 就習慣 你會習慣喝甜的在上場就對了 對對對 那你們PSG有沒有在MSI之前有密集的訓練計劃 可能你們想要加強或許是角色池 或或許是戰術的多元性 你們還有想要加強的地方嗎 其實好像也沒有很久就會出發 所以還是趁台沒出發之後 可以跟一些LPL 或是LCK 看看能不能練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隊伍都放假了 現在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打排位 對看我們就先跟他們偷學幾招這樣子 你現在還有角色池的問題嗎 因為我們看了一整季的賽季下來 可能包含你自己直播 你是沒有太多角色池上面的障礙的 因為MSI我看了是打11.9嘛對不對 對 那球女已經沒得服了 先謝謝RAT 你還是有心魔是不是 也不是心魔 就是我覺得玩的不錯 但是我看一下我生涯勝率 好像只有30% 有點奇怪 最好是能夠讓我們先放個假 然後放玩家之後 看看要不要去檢討一下今天的比賽內容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會研究一下MSI的對手 這是真的可以研究的 所以是針對對手研究 而不是加強角色池為主嗎 因為到時候MSI是打10.9的 所以變成是要等到那個版本 確定更新的內容 才能去說我們的英雄去怎麼分配 嗯 因為今天 因為今天 因為大賽結束了 所以 已經休息了幾天 然後 然後 MMSI的大賽結束 所以 更新的場合 所以 我應該要準備 我應該要準備 那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過去River對於冰島的印象 是什麼樣子 那 如果自己有空去旅遊的話 會不會考慮去冰島走一走 喔 嗯 首先 在這次的地步 我最初就知道 因為MMSI的地方 但 最近 疫情也不去旅遊 而且 外國也不去外出 但是 我應該要去MMSI 然後 我應該要去 那些地步 所以 那裡有冰鳥嗎 哈哈哈哈哈 應該沒有冰鳥啦 但是應該可能有火山啦 喔 那如果你自己旅行的話 你會想要去那邊看看嗎 嗯 其實我很喜歡西方的這個 建築跟景色 去過一次歐洲之外 所以 很喜歡看他們的建築長怎樣 因為很漂亮 因為 我們都知道嘛 冰島可能是一個相對遙遠的地方 你有對冰島有什麼印象嗎 你自己旅遊的話 會不會考慮去冰島旅遊 其實 對冰島的印象沒有很深刻 就是 只是 對我 一直在說冰島 我們風景這些都很漂亮 就是 這也是難的機會嘛 就是人生 也不太可能旅行會去的地方 就是寶貴的經驗吧 接下來的話 是訪問到的是 PSG的 CARTIS選手 可以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哈囉 哈囉 這一次因為 你也會跟著PSG 一起前往冰島 參加這次的MSI嘛 那你有沒有期待的是 可以跟隊友一起 達到什麼樣的成績呢 當然是 希望能拿到冠軍 根據我在後面看 我看他們跟那些LPL的頂尖隊伍鏈 也是有撤過去的感覺 是我當然也希望打到決賽 拿到冠軍 然後幫那個PCS賽區 拿多一個名額 那就三個嗎 對的 就三個名額幫PCS拿 好的 再次的感謝PSG前體隊員 然後接受我們的MSI賽前採訪 當然我們也希望 這一次PSG代表PCS賽區 出戰冰島的MSI 可以取得好成績 因為過去很多觀眾 其實對於MSI這樣的比賽 都非常的期待 也給予了很高的期望 我相信在這一次的MSI PSG戰隊一定會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現 讓我們一起為PSG加油